保齡電視重度案是繼續擴大 到這幾十點 維持又增加兩例通報 累積到三十個個案 其中兩例失望 當以別人是增加一例的十九八例 其的別人是已經回到處受用 在百貨驅舊暫時也宣佈說 民眾早期十七到二五個期間 不夠完備這四十二點的保齡電視用餐 都可以用法票來貸錢 在前面的印度錢 民眾準備辦理貸錢 因為當時還要去保齡電視用餐 那如果我們同法會公司 跟美式家的協助也選擇 只要是三過十七至五 有去過保齡電視省議店消費的民眾 都可以拿法票跟身份證明 專家退錢 保齡電視是不中度的案件 至少靠大 到三十二再去十點危機 還新增加兩例通報 累計已經有三十個個案 其中兩例失望 五來要在家後備方 三個在一般的備方 其他的是回去處理正用 外地個案是只要去過 信義點A13的 不過三十二新增加的這兩個個案 是在保齡電視用餐 現在有一個人是吃咖哩人動出現正中 以書建議衛生單位 能把他專門採減實材和環境 包括咖哩頂的香料 才能找到有些圓 不管是水源哪裡好 看有沒有一些這種米酵禁 算有沒有存在 我想每個細節包括食材 包括環境 應該都要驗 雖然是都是保齡 但它是在另外一家店 現在有兩位 那我想我們最好的方法 是先做一個檢驗 王比先生強調說 只要跟你人動的個案 已經有進行採減 採減的結果 暗算三十億會保得出來 如果沒有檢出米酵困症 就可能是其他事務中度的事件 如果檢出是用性 就要真是不來理請涉價 到底是哪一個部分出問題 現在總合佈了